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只能如此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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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姐 你别怕 你别担心 我和少爷都会在这里保护你的 不会有人伤害你的 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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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少爷 子昀 不要害怕 你所说的坏人都已经不存在了 赵少爷 请借一步说话 赵少爷 赵少爷 赵少姐的脚能得到及时救治的话还可以重新走路 我找你来不是为了及时救治吗 这个手术非常复杂 我可没那个本事 最好是送到上海找些杨大夫 不用 这钱你拿着 现在马上从这儿离开 就当没来过 好 少爷 我们什么时候赵少姐去上海治病 不去了 少爷 少爷 你听我说 你不知她的腿 她下半生会残废的 她下半生残废了 痛苦的是谁 是你吗 是我高云飞 因为我还要娶萧子云为妻 我知道这对萧子云来说 非常痛苦 我非常同情她 所以我决定 用我的后半辈子来补偿她 我现在不想说这件事情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别动 别动 干什么 你不想挨枪子的话 就坐着别动 你是 滇军进卫营 马上走 别进度前面昌正行的人 快 大哥 您为高家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可老爷怎么就不理解您那片苦心呢 对啊 不就是一个仇家的女儿吗 老爷凭什么给你发这么大火 我可以告诉全天下的人 我高云海对得起玉兰慈庄的 我也是打拼出来的 我怕我谁啊 大哥 二少爷这个人可不好对付 我倒觉得是个好机会 我早就看不快高老爷偏谈二少爷 明明您是大当家的 凭什么他说了算 干脆啊 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把二少爷给做了 对 预兰以后就听您的 我们都听您的 我也不是没想过 可毕竟是亲兄弟 一到关键的时候 我就下不了手了 你怎么来了 大哥 大哥 我到处找你 原来你躲在这里喝酒啊 你找我干嘛 先给我倒杯酒吧 我来给你 我来找你 我来找你 你找你 我来找你 你找你 那些地方 我这杯酒是敬给阿爹的 他老人家含辛茹苦 把我们抚养长大 本来应该一养天年的 但今天 却驾鹤先去 你说什么 阿爹已经死了 而且死在新宅 强紫云这个妖孽 放 紫云他不是妖孽 你要再敢说他是妖孽 我就杀了你 我告诉你 高云海 阿爹现在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在护着你 你以为你在我背后做了些什么手脚 我不知道吗 你竟然还找人去刺杀紫云 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还活在这里吗 就是因为我听见了你跟这两个死人 刚才说的那番话 你现在必须告诉我 我们两个结婚到底怎么办 我们两个结婚到底怎么办 我明白了 阿爹 你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很ope 哦 哦 我不知道沈小姐有什么急事 这么急着来找我 是有些小麻烦 我有个朋友是做买卖的白鹅 也不知哪里得罪了滇军 昨天被您的公子给带走了 所以我想请您从中帮个忙 当然 如果很为难的话 那就算了 不不不 沈小姐 这点小事我要不肯帮忙 那哪说得过去 景妃 爹 什么事啊 景妃啊 这位军校的沈小姐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你好 幸会 幸会 没想到军校还招说女学生啊 什么女学生啊 叫什么欧欧顾问团 准确地称为教官 惭愧惭愧 小翻译肩带些杂意 景妃啊 你昨天晚上抓的那个外国人 就是沈小姐的朋友 亚历山大 丹尼 你怎么 你非常幸运 吴先生非常给面子 现在你自由了 亚历山大先生 误会了 误会了 景妃啊 你把属于亚历山大先生的物品 都还给人家 扫着 虽然 你还要给人家 你一直在我 没有 你还是要给人家 我 你还要给人家 半把手枪 雅丽珊大先生 只要是属于你的物品 我们不会扣留的 一定都会还给你 我只是对着半把手枪感兴趣 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呢 它是有弹肘的 只是我没装上去 沈小姐 你这位洋人朋友 还真有意思啊 这些花ina 另一个葬世 发生地下 看那种里面 这边看到 Curry 味尼沙 他们 他们 养innen 会 解 二少爷 外面我都安排好了 我也关照下去了 暂时不要透露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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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爹 里面也都安顿好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发丧啊 大哥 再等等吧 我们给阿爹发丧 需要一个好的时机 好 阿爹 我全听你的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我在这里睡不着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和阿爹的样子就出现了 这样吧 我还是去紫云那儿帮你 阿爹 那个丫头怎么样了 丫头 哪个丫头 当然是江家的丫头 看来大哥对她还是念念不忘啊 不是 阿爹不就 所有才比较关心她 如果你要是真的关心她 那你就去看看吧 我看来对她的怒ф 那我再往没来 一个人就试不出来 因此我看到 还闭了 刚才说她的团队 一个人就帮我 你看她的也顺便 这个人就在那边 我看你这个人家 小小姐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你再不吃东西是不行的 你吃点东西吧 这粥是安安煮的 很好喝的 它煮了一天 我都喝了好多碗了 你这样不喝怎么行呢 这粥凉了就不好喝了 多可惜啊 小小姐你知不知道 好多夏人都说你漂亮 快你长得好漂亮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漂亮不吃东西 气色就会不太好 气色不好呢 再漂亮的人也会变得不漂亮了 所以要吃东西 吃东西很重要的 来来来 你看好香的粥啊 好好吃啊 来喝一口 喝一口气色就会好了 你真不喝 你不要老是这样好不好 你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多不开心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事情发生了 就让它过去 不要老是钻在里面想 人的眼睛是长在前面 是往前看的 你贵为小姐 身边还有我们这种夏人服侍你 还有云飞少爷喜欢你 你已经很幸福了 你看我们这种夏人 根本没人关心 没人理睬 我说的有道理对不对 那就喝粥 好 这么回事 小小姐 你怎么了 你快过来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小小姐 你怎么了 阿少爷姐 大少爷 快去帮我叫二少爷来 快啊快 你没事吧 二少爷 你应该睡会了 是啊 今天眼泪坏了 是该睡了 这个女人疯了 真的是疯了 她疯了 你求之不得吗 我再也不想来了 我再也不想来了 你爱来不来吧 不过你别忘了 明天去趟磁庄 叫磁庄关门歇业 还要去趟钱庄 告诉他们 我最近要用大量的现金 眼下的生意 就暂时交给你了 你好好打点 你先回去吧 少爷帅 少爷不去搞了 情绪失控了 咱们oo harder 你好 好 是 Kyle 安安 把小姐伏到床上去 小炸虎 我觉得我把你留在这 是个明智的决定 少爷 你太抬举我了 也不是抬举你 其实我们现在 也不是少爷和跟班的关系 我们是兄弟 我现在最需要兄弟的帮忙 少爷 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所以你尽管吩咐吧 你说话客气了 你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那我走了 昨天晚上你看到什么了 你到底说不说 你看到什么了 我告诉你 你这小哑巴要是看到什么了 不告诉我 我一定要了你的命 我直到你了 我闭着你 我很感ro 我死了 我嫌 我 你不想 看看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各位 现在有一件事 我要告诉大家 我阿爹他老人家 突发疾病 不幸逝世 这么多年来 我高云海对大家是坦诚相见 当自己人的 虽然在这件事情上 虽然我二弟有意压一压 但我还是想尽快通告大家 大少爷对我们情深义重 我们自然会投桃报李 现在这个局面 大少爷认为我们该怎么做 就是 大少爷要我们怎么做 尽管说话 谢谢各位 多谢 这几天我需要开赌 还望各位老板 堂主用力撑一把 把买卖做好了把钱备足了 就是给我高云海面子 爹 你是不是觉得玉兰的高老爷死得太突然了 生死全是命 怪不得别人 这个不是你爹在考虑的 那你是 是 曹老板 你真的能肯定高家的老东西死了 高家老大说的 他爹昨晚突然得报病死了 但是我没到他家去 没亲眼见到尸体 这就够了 爹如果没死 儿子怎么会瞎传这种消息 是 大哥 什么事这么高兴 要白我告诉你件好事 高家的老东西死了 真是苍天有眼 大哥显灵 大哥 苍天有眼 您的仇终于爆了 虽然他没死在我手里 可是上天对他有报应 大哥大嫂 你们可以瞑目了 大哥大嫂 你们可以瞑目了 大哥大嫂 你们可以瞑目了 岳白 你赶紧给我写封信 给高家那两个小子施压 要他把霸占江家的所有财产市面统统赔出来 否则 我可不管他守孝不守孝 我要联络所有的商号 把高家彻底击垮 大哥 我这就去信 什么 高玉府死了 千真万确呀 高家大少爷和二少爷之间好像不大对劲啊 这玉兰瓷庄难免乱了 陈老板 您可要早做打算哪 未必 未必 曹老板 我劝你 结论不要下得过早 陈老板以为变数在哪里 高云飞 二少爷 有人给大少爷送了封信 说是急信 大少爷没在辞桩 我没敢怠慢 赶紧给您送过来了 少爷 少爷 这 这姓怎么了 清云堂的人他们知道我爹已经死了 要和我谈谈十三年前的旧账 放屁 他罗言什么东西 竟敢如此空出狂言 他以为我高家没男人吗 所以我们两个高家的男人要好好商量商量 他商量什么 我带十几个人马上断了他的老窝 大哥 如果说你现在要和罗音单挑的话 他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但如果你带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就想灭了清云堂 那恐怕也不太可能吧 那二弟你说该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对付清云堂最好的办法就是 以静制动 做官其变 什么做官其变 就是坐以待毙 大哥 我们现在等待的是一个杀鸡 打蛇要打七寸而且要打得准打得狠 一招把他打死他就活不了 这点手段难道大哥还不明白吗 阿弟的手段大哥领教过 好 那大哥这回再看一看阿弟新的本事 那好 大哥 三天之内多准备人手多准备枪 听我安排我自然有用 仲元 在 多安排人手和枪支 是 仲元 二少爷 小茶壶呢 刚才在这发呆 突然说要替二少爷出头 转眼就不见了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这么多人想替我出头 谁找我 小姐 就这个人找你 你来干什么 这是你的吧 原来是你偷的 喂 你怎么说我是偷的 我怎么会偷你东西啊 你想想看如果是我偷的 我干嘛来还你啊 你是说 你是说你今天过来给我送钱袋的 那当然了 拿去 点点看有没有少 这么看扁人的 好了好了 算我错怪你了 那这样好了 我拿五块银元给你 算奖赏 喂喂喂 我是从来不收小费的 你那么好心啊 那当然了 我从来都是识惊不昧的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 那那那那那我就知道你不会白送的 说吧 什么事 我想见见你爸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不行 绝对不行 大哥 如果你外面都准备好了 咱们就可以出殡了 阿爹放心 大哥一定会帮你把阿爹的丧事 办得风风光光 那些机灵狗碎的小事 就不老家大哥了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 刻不容缓 大哥必须 把与玉兰堂有关的 所有的商铺都给请傲了 最重要的是 那些与钱庄有关的各堂堂主 都要来参加调宴 悲极哀荣 以壮声势 这样既让阿爹有了安慰 也给我们兄弟称足了面子 阿爹想的周全 好 那这样就非常热闹了 好 平常他不是看我们不顺眼吗 现在倒主动邀请我们 是啊 我看这小子到底还是嫩猪匾的 事到临头 没了主张 咱们这么多兄弟 何不当场跟他提点要求呢 好好好 对啊 咱们不妨多叫几个门派的兄弟 到时候一起发难 逼宫 让他把玉兰的管理权乖乖地交给大少爷 你们说怎么样 好 好 云飞啊 我真是没想到令尊就这么走了 真是太遗憾了 陈老板 我高云飞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们老爷子刚刚驾鹤先去 玉兰堂已经是内忧外患了 这 这太不像话了 领尊的尸骨未寒 他们就这样苦苦相逼 这 这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云飞 你放心 由我来出面帮你们两家调听一下 烧个话什么的 没问题 我高云飞 怎么敢劳驾陈老板来回奔波呢 再说了 我觉得 你好言相劝 也是对牛弹琴 那 那如何是好呢 我是这样想的陈老板 罗音他们想要什么我就准备什么 但是我今天来就是想在陈老板这儿借几样东西 哦 那我这儿有什么你能看上眼的 其实啊陈老板 我想为了平息我们两家的矛盾 咱们摆一个小小的局 咱们摆一个小小的局 在那儿借住 我这个老板 能不能用 知道吗 我拿下车 我拿下车 你拿下车 我拿下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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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鞠躬 二少爷 二少爷 及时已到 该砸盆了 高老爷上路喽 好 不好了 不好了 有人砸场子来了 有人砸场子 二少爷 二少爷 有人砸场子 有人砸场子来了 你看呀 这里好热闹 原来是罗老板 今天我们兄弟丧父出殡 你这样横家阻拦 未免也太不厚道了吧 你爹死了我能不来吗 我们可是十几年的故焦了 我阿爹生前故焦如云 个个都是拔尖人物 可偏偏没听说有哪个叫罗音的 我是来给晚辈下台阶的 既然你不下 那我就告诉你 我是来和高家对对仗的 罗老板此言差异 先父与罗老板并无交情 而且高罗两家没有生意来往 哪来的仗可对呢 当年我大哥和你爹 共享广州百货业的半壁江山 可是你爹不讲信义 心狠手辣的害死我大哥一家 吞掉了全部财产 今天我罗音理所应当的为我大哥来讨债 罗音 你太过分了 过分 我倒想听听罗老爷子的这个账是怎么个要法 利加利 利加息 我看就把你们家船队码头钱庄 都赔出来 还我大哥 那大概还差不多了 差不多个屁 你来打劫有没有问过我们答应不答应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你开枪试试 刚且二少爷 这是一份契约 你就过过目吧 罗老爷子 这大家都看着了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很简单 你们兄弟俩认个账 在这上面按两个手印 我马上就走 罗音 你欺人太甚 我们是不会认的 那好啊 那我就打开棺材 叫你爹出来 给我按上个大手印 你 你这人怎么这么卑鄙啊 这么不讲人意啊 小伙计 你还是少掺和吧 要不然 我就让你陪你老爷一块去 我 还我小茶壶是红袖焦里长大的 知道吧 什么大人我没见过 罗老板 快睡 走走走走 快睡 金飞 让他们都快一点 快点 他们都怎么了 他们都犯阴阴了 金飞 你金飞飞误了大事不可 罗爷 我希望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高兴飞 我高兴飞 从小到大跪天跪地跪父母 我从来没有给别人下过跪 但是今天为了我们家的老爷子 我给您跪下磕头 我希望您老人家进气前嫌 给我们兄弟让条路 让我们安安心心把老爷子给葬了 让他老人家早日入土为安 提前超生 少爷 男人膝下有黄金 你就这么给他跪了 因为我把罗爷当成父辈 我才跪下了 你走开 你起来说话 如果罗爷不高抬跪手 我就跪着不起来 你服吗 你服吗 说句实话 我不服 退下 我现在心里焦脆疲惫不堪 就算我有心对抗 那也是以卵基石啊 高家二少爷 你还算是有自知之明 罗爷您愿不愿意听我说这句话 你说 您是纵横江海之人 应该有豁达广阔的胸怀 我高云飞才活了几年呢 才吃了几斤盐呢 现在您让我承担我父辈留下来的仇怨 我扛不住 哎呀 谁让你爹作孽太深 你呢 命又不好 命 我的命就是生在这个大富大贵之家 我每天穿着绫罗绸缎 吃着山珍海味 可是您可以问问我们高家上上下下的人 我高云飞从小长到大 我什么时候快乐过 今天我爹撒手西去 却让我们这些晚辈来承担他的无妄之灾 莫名血斋 这到底是我冤呢 还是命冤呢 我的命在哪儿呢 洛老爷子 野火烧不尽秋草 您也不能赶尽杀绝呀 我可没你爹那么狠 不过 我提的要求 您所提的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 无非是钱财 钱财乃身外之物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破财消灾 既然罗也提了要赔 那我们兄弟一定赔 但赔多少 什么时候赔 咱们改日再谈 如果您罗也不放心的话 我们就定在明天 明天我们就谈 我就不相信罗也要财 还能让我们兄弟没有一个容身之处 但是今天 今天还请您老前辈 无论如何要给活着的人一个面子 我们是您的晚辈 无非就是想为父亲渐渐孝道而已 做人 当以诚信为重 你说话可要算话 起来吧 罗爷 我想多问您一句 如果我们满足了您的要求 您就不再与高家为难了吗 你把我罗某当成什么人了 我毕竟是你的长辈 好 只要你说话算话 我可以把旧账一笔勾销 不过 你的老大会不会 现在玉兰的事都由我们家阿弟做主 罗爷要是不放心的话 正好我请了一个合适的众人 不愿意 那一年 海淘依旧 那一年 海淘依旧 一年 淡了乡愁 残不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都欲欲还休 那一杯 那一杯 恩怨情愁 那一杯 伤疤感受 伤疤感受 等如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 护头 护水难受 防护下的海淘依旧 那无尽的树苑情愁 要说从头 护水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